欢迎打开Ruby 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侏罗纪世界陨落国度》 Jurassic World Falling Kingdom 这是在2015年 打破全球票房记录的 《侏罗纪世界》续集 一样由Chris Craig 以及Brice Dallas Howard 主演 这一集还加入了 《侏罗纪公园》系列的演员 Jeff Goldblum 饰演同样的角色 由拍过《浩劫奇迹》 及《灵异孤儿院》 《怪物来敲门》的 西班牙导演JA Bayana 指导 这部卖座电影的续集 看完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 还蛮让我意外的 有新的议题进来 有意外好看的地方 有像经典致敬的画面 也有上一集 两位主角延续下来的 故事感情线 同时也有蛮多 不合理不顺畅的剧情 和一些让人觉得 不是那么完美的地方 必须先说这一集 《侏罗纪世界陨落国度》的特色 是很明显的 以一部这么卖座的系列电影来说 相当的大胆 除了恐龙的特效 紧张刺激的气氛 家庭情感的核心故事之外 它更带入了蛮多 科技与道德的探讨 人性之间的两难 包含最后选择上面的思考辩论 电影的结局是惆怅的 是迷惘的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点 传达出现在人类社会在科技和文明的高度发展之下 已经到了一个不知道怎么继续走下去的地步 这部电影的结局可以说是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来 先讲到这里 时间背景是设定在第一集的三年之后 故事叙述上一集被废弃的鲁布拉岛 岛上的火山活动起来即将要爆发 而里面幸存的恐龙们面临到生死存亡的关头 两位主角准备回到岛上进行救援行动 看起来好像又是跟侏罗记公园第二集第三集那样子一样的故事 可是可以看到这一集的编剧在这上面还是下了一些功夫 讲了一个不同的故事 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 是可以期待这个续集不太一样的故事内容 不再只是简单的求生冒险故事 放了更多的重心在人的身上 侏罗记系列电影很大的寓意就是在讲大自然的反扑 要我们去省思人类在科技上面的发展 是带我们走向更好的明天 或者是灭亡的可能 上一集我们看到非常强大的弊王暴龙的出现 这一集也有相当凶恶的新品种会出现在电影当中 真不知道人类这些自作孽的行为到哪一天才可以结束 恐龙的魅力依然非常的好 雷龙依旧扮演出第一个跟大家打招呼的角色 鲍龙依旧扮演着关键时刻的护花使者 而海中的苍龙依然是出来剪尾刀的 有一场非常盛大的恐龙大逃亡的戏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恐龙赛跑冲锋的画面 我觉得那场戏还不错 上一集可爱的Blue 小兰 是这一集非常重要的关键角色 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这一只迅猛人的身上 我们也会看到非常多他和男主角之间过去的成长影片 这招好像最近在很多电影里面都用过 像是《决战星球》还有今年的《毁灭大作战》 都有主角和动物之间的情感故事 赎罪是这次两个主角共同的课题 他们都知道必须要为自己过去做的事情负责任 于是加入了这场行动 而他们在面对自己的错误时 两难的局面就发生了 是应该要选择理性不留情面的修正这个错误呢? 或者是与这个已然存在的错误一起继续往前走下去 要先搞清楚赎罪跟改过是不一样的 这像是一场生命教育的议题 有点像是你发现你养了一只你不应该要养的宠物之后 它可能会让你有点过敏 你该怎么办? 或者是意外拥有了新的生命 这个情理上两难的选择就跟这个赎罪的设定绑在了一起 侏罗纪世界云落国度的缺点也蛮明显的 上一集有点脑残不合理的剧情 在这一集是弯弯整整的继承了下来 有些地方很明显 像是有一段小女孩躲在床上 然后那个恐龙的爪子伸向她的那个画面 这个画面非常的精彩 有一只恐龙在一个小女孩的房间里面 应该是超级令人紧张的 可是她为了要让这一场戏发生 就必须在前面写了一些令人傻眼的剧情 等到演到那个画面出现的时候 我已经出戏很久了 就没有让我那么有紧张感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一样的感觉 但我是这样的 有一段主角在水中移近到底的那场戏 就非常的棒 那里的真实感就会让我感受到 那个紧张的气氛和刺激 可是像是前面提到那些场景之间 衔接不够好的地方 蛮多的 还有接近结尾的恐龙大逃杀 对我来说有一点太拖沓了 这边打完要换那边 这一招用完还要再用下一招 就没有给我一种 围在旦夕大难临头的压迫感 可能这样子的表现手法 比较适合保护级的这个风格吧 但对我来说就有一点还好 我还蛮喜欢 Chris Prey 和 Bride Stars Howard 他们这一对的剧情和表演 以及之间斗嘴的默契 Jeff Goplin 虽然戏份很少 但他的出现对我来说 对这部电影有非常大的加征作用 这是喜欢猪罗记公园猪罗记世界的影迷 一定要去看的大作 虽然剧情没有到让人很满意 但我觉得还是蛮值得一看的 然后下一集的猪罗记世界 感觉会是非常不一样的一部电影 片尾画面有一个 我觉得可看可不看没有关系的 这是一部及格 并且加入许多现代人应该要去思索的问题 在其中的大型商业片 还有这也是要小心不要在进电影院前 上洗手间的时候被爆雷的一部电影 特别推荐给 也想要养一只三角龙宝宝 在家中的朋友们去欣赏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 你有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订阅之后 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ROBI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次影片见了 拜拜